哈喽 你好 又见面了 我是大表哥Franco 今天呢 因为很多 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他们都说了 上次那个房子这么的漂亮 那如果想买的话 怎么办呢 那么这一次我特别给您介绍一下 就是装潢之前的房子 上次的房子呢 是14个房间 所以这一次我带您看看 15个房间 请跟我来 现在这是第一个房间 这个房子呢 总共是592平方米 在美国的话呢 是6375的 Living square feet 这是第一个房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哦对了 15个房间有15个 卫浴设备 然后呢还有两个 这个 没有浴池的洗手间 所以等于是 15个全部的卫浴设备 然后12个 那个普通的洗手间 这是第二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 13英尺 乘以18英尺 所以您可以稍微的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呢 每一个房间都是像套间一样的 都是有厕所的 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洗手间 这边 然后也都有这个 Walk in closet 好 这个房间啦 这是一进门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 走进来 就是我们的大客厅 我稍微走到中间 让你们看一下 这个客厅呢 有32英尺的长 然后呢 17英尺的宽 可以稍微的看一看 走到最后呢 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落地窗的大门 后面就是游泳池 对的 游泳池都是包括在价钱里面 现在是第三个房间 稍微看一下 这个房间呢 是 13 这个英尺乘以16英尺 这么大 这里是它的浴室 也是一样 然后里面也是Walk in closet 这个是 是的 这个是有 然后是两个 这个洗洗脸台的 好 我们现在要离开第三个房间 走到对面 走到对面 房子的对面 就是第四个房间了 这边总共有两个房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又是一个房间在这里 这里 这个房间是 13英尺乘以12英尺 13乘以12 看一下浴室 好 再看 12345 好 第五个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呢 都是 哦 这是一个厕所 这个厕所呢 就是设计给 要去游泳室的 好 我们现在在走到 我们现在经过厨房 厨房 您可以看一下 它的 两个冰箱 还有两个洗碗机 还有这些这个 这个电 这个炉子 啊 还有 洗衣机 哇 全都是包括在这个房架里面的 好 现在到下一个房间 好 好吧 我算一下 12345 这是第 第几个了 都已经快都忘掉了 这是第六个了 还是第四 第五个 OK anyway 已经 这个紧张到 算错房间了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房间是 也是一样 13乘以10 哦 这个是13乘以12 很抱歉 刚刚那个才是13 刚刚才是13乘以14 这个是13乘以12 稍微看一看 然后再走过来这里 这是 洗衣机 然后 这里出去 就是 车库了 是的 这样就 结束了我们楼下 这个 这么大空间的 一个介绍 那我们现在准备到楼上去咯 那我们现在准备到楼上去咯